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白山市呢 有着长达419.5公里的边境线 长春就像一颗镶嵌在东北平原腹地的明珠 这里拥有自然的美景 愿意改善的环境 如果说想感受最纯正的朝鲜族的民宿风情 来到这儿就一定不会错了 今天我们将沿江而上 去往我们的滴滴上活龙村 我们出发 我们发现 我们聚焦 和平年代记者带您走进非土地 请听白山松水的诉说 漫步机场静观飞行表演大队的萨爽名字 想长大以后 张一鸣飞行员 走进展馆 感受退休老人特殊的绿色情景 那就是他了 这个是杨立伟坚持的 走街串线 请访二十年无一日的英军之路 和户对社会家庭的同频共振 驱车入村 品尝脱贫致富的爱民实践成果 好吃吗 这葡萄 很愿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 白山松水的诉说系列特别节目 长春的绿色情景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长春就像一颗镶嵌在东北平原腹地的明珠 很多人熟悉它是因为汽车和电影 这几天在长春 我发现这座北方的园林城市 的确和想象中的黑土地有点不一样 到处都充满了生机盎然的绿色 不过今天我要告诉您的是长春市的另外一种绿色 那就是长春人民对国防对军人的一种特殊的绿色情节 马上呢我就要前往长春市的大防身军用机场 在那里即将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活动 一起去看看吧 又是这样的绿色 调整个厕所 其实早在去年空军航空大学就已经成功的举办了首次航空开放日的活动 换取全社会关注航空航天了解航空航天重视航空航天的历史 今天八一飞行表演队还有航空大学飞行表演队再一次翱翔在长春的蓝天之上 让大家展现空军的大爽 此次飞行表演的项目在去年的基础上 新增九机编队 三机螺旋 双机金斗等表演动作 其中双机对头交叉后上升翻滚 是目前世界飞行表演舞台上最为惊险的动作之一 两机相跃时相对速度高达每小时1300公里 拍了多少时间的车过来 一个多小时 这么远的路途为什么还要专门赶过来 想看看吗 感觉一下 让孩子看看 开开眼睛 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那个喷盐的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喷气是那种 它不是那个沾头机 就是那个第三个电视就是一种 想长大以后当一名飞学员 飞行特节表演结束后 我们设置组来到了空军航空大学 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46年 我军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建校六十多年来 航空大学涌现出航天英雄杨立伟 宅志当 刘阳等一大笔英雄模板 北入围 飞行员的摇篮 和航天员的摇篮 我左边 我左边 我左走 我左边 保护医疗就一样 保护可以稍微给他收点盘 好 勇敢 好样呢 好样呢 好样吧 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最起码老百姓能了解一下 说哎呀 军队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这个为我们保驾护航的 这些战士们是这样训练的 训练的这么优秀 我们更加放心了 我觉得 今天恰恒航空大学对外开放日 校园内刚建成了东北地区 唯一一座以航空为主题的大型展馆 同时该馆也被评为 长春市国防教育基地 为了一督真容 一到学校 我们便直奔航空馆 在那里 我们见到了馆长 朱根寅 你给咱们介绍一下吧 咱们整个馆的这个布局是什么样的 一共是5600平 五层楼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旭亭 二楼是老王校展区 三楼是航空大学展区 四楼是航空经营展区 五楼是航空航天科普展区 1968年入伍之后 朱根寅就一直从事飞行教员的工作 一干就是三十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空军历史 普及航天航空知识 退休后的朱根寅 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航空馆的建设之中 馆里的每一幅照片 每一篇介绍 每一件展品 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这应该是房子 那就是他了 落的就是他了 这个是 杨立会想的 我跟你 我跟你怎么给朱根寅吧 我说朱根寅我们能要得到吗 能得到吗 他说不可能 那个是在国家博物馆了 我跟你做个房子 房子一模一样 专门个人给我们送到长春 钓这个朱根寅的时候 用钓车从那一楼上来的 举上来的 再晚两天 这个返梁一交路 那就上不来了 就参照就上不来 那就把它重新砸开 才能上来 你不能伤了它呀 博物馆的这些宝贝 不仅是朱根寅的心头肉 他们也让长春市民 在亲身体验中 感受爱国主义教育 在探索认识中 树立国防意识 如今在长春市 国防情节早已深入人心 不仅所有的中小学校 都设有爱国主义教育 及国防教育的专项课程和活动 社会各界的拥居模范事迹 更是数不胜数 这些都为普及国防教育 创作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长春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是中外文明的国际汽车城 常常被人们称作是 坐在轮子上的城市 我现在来到了长春市的 西新经济开发区 在这里啊 随处都可以见到 大大小小的汽车生产基地 著名的中国一汽集团 就坐落在这里 而同样在长春 家喻户晓的景城街道 也在这里 景城街道的辖区面积 有10.5平方公里 辖设六个社区 人口近十万 景城街道在长春市 之所以无人不小 是因为20年前 这里走出了一位名叫 张敏的兵妈妈 她在担任景城街道 武装部长期间 创造性地开展了 回访新兵跟踪教育活动 而这也成了20年来 景城街道一向优秀的传统 故事啊 还得从1991年的冬天说起 当时已经是景城街道 武装部部长的张敏 一一不舍地送走了 自己的十三个兵儿子 回到家里之后 她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于是开始给远在他乡的孩子们写信 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还有叮嘱 这一写就是20年 现如今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 景城街道与战士们之间的联系方式 也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主要是孩子们送走以后呢 我跟他们的联系 就是主要通过电话这种形式 从前呢 就是说老的形式就是信件 但是信件这种形式 并已经很老套了 孩子们都不爱写 所以说呢 现在我们主要就是通过电话的形式 跟他们沟通 先任景城街道的武装部部长赵阳告诉我们 去年他建立了一个QQ群 群里的成员都是战士们的家长 在这里 他们可以随时交流和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同时自己也可以对每一名战士和他们的家长进行了解 这既节省了人力财力 又便与沟通交流 有一个战士啊 这个当兵之前啊 他是学这个当房管的 然后呢 在部队里呢 就很受这个部队的重用 然后被这个安排到这个军阅队 因为两年到了 这个服役期嘛 他特别想家 然后就想回来 他妈妈针对这个问题啊 也是左右为难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就给我打电话 我们就这个问题 在QQ群里进行了讨论 QQ群里家长们七嘴八舌 各书己见 为了安护战士的家人 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赵阳决定 还是去战士家里走一趟 换鞋呀 换鞋呀 能好吗 我人家回来 今年正好二十 对呀 你是不是才二十岁呀 你想想 你这个二十八九岁 你再部队签三期 才才二十八九岁 不是 你小孩正好时候吗 回来 把他撕 精致也成熟了 阅历也丰富了 是吧 年龄也到了 那么做好 必须得 咱要是去做工作 就得是让他坚定细细 你就得在这干 你在这干有啥好事 好处好处 你将来能有什么样的发展 你要回来 咱家面临的啥情况 都得跟他说 是不是 那今天咱们部长过来 然后跟你们这样聊了一下 想通了吗 现在 想通 要不然都坚持着呢 对 终于做通了家长的工作 赵阳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临走前 他还录制了一段视频 他要为战士 做一封电子家书 让他能在部队里 安心工作 反正我是希望 我是问 在部队干 好好的干 别着急 对 别着急 家里没有他 别着急 家里都挺好 好了 我有点激动 爸爸眼睛是不是都红了 还是想 对这镜头 好像就是 真的是跟自己的孩子 在对话一样 对 还是说 这份爱 对 就是让人 虽然是说 想 其实内心深处很想 我的体会 这时候没有过这种 肯定是从来没有过 父子之间的这种感情 过去天武装部的工作人员 就会将战士们的这些电子家书 送往战士们所在的各个部队 多年来 这些游递员们的足迹 已经遍布内蒙古 北京 河南等 十余个省市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对 一起努力 他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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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赵部长刚才跟孩子的父母 聊了这么多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战士 同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这二十多年来 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 你为国尽忠 我为你尽孝 我们现在党国委 就是为孩子的家属 当兵战士的家属 解决生活困难 然后为战士 解决后顾之忧 然后基本上要做到 部队社会家庭 同频共振 为每一个战士的成长 注入清醒的动力 二十年来 在锦城七道入伍的668名战士中 有335人理工受奖 215人入党 82人考入军校和士官学校 锦城七道连续四次 被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 评委双雍共建签进单位 被市委市政府评委 雍军优属模范单位 全国人民紧紧围绕 增进军政军民团结 促进进行改革发展稳定 和推进驻籍部队建设 例如军民如何是发展 不断丰富了 活动内容 对实际操作中 涉及到的 像军队官方安置 以及拥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 随便家属就业 军事资金教育 等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配套出台政策支持 君爱民 民雍军 一方视军人为亲人 而另一方呢 则把驻地当故乡 马上我们设置组 就将跟随吉林守军区的 长岳政委 前往长春市双阳区的百石村 去那里感受一个村庄 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一变化当中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起出发吧 这座桥是近村的必经之路 每天来往于桥两侧的人流落一步绝 因为是由吉林省军区和地方政府一同帮建的 村民们亲切地称这座桥为军民桥 然而 回忆起建桥之初的日子 现任省军区政委的长岳深有感触 这座桥就是去年修的 这是军民桥 床就是这样 老不信一下雨就出不去 两个人上学 你爬着什么 学生出不去 老不信出不去 很不方便 原来呢 想这个 原来开始 您考虑过用那个叫水利管子 后来说那个不行 后来就建成这样 人老容易的 那现在村长 您觉得这条路修好了 最后您是什么感受啊 现在 不但我 老百姓都非常满意 非常高兴 给我们农村的基础建设 给板石经历发展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条件 是吧 对我们自己最大 省军区这一年 对我们投入200多万 从修路 给这个老大爷建房 一直到修桥 建学校 建村墓 吉林省军区从1996年就开始对板石村进行帮扶援建 省军区的四人政委 无一例外都跟板石村的特供户结下了帮贫对子 2002年 军区还为板石村建成了八一希望小学 解决了孩子们上学难的问题 现在希望小学内硬件设施齐全 原来的土坡变了操场 油脂变成暖气 如今省军区又将电子黑板送进了学校 让孩子们体验到了新型的数字化教学 小朋友们让他们要好好学习 我们是要为他们提供好的学习条件 让他们好好学习 将来长大了 为主播做更大的贡献 那我听说在您的单位 就是之前的前任政委 他们也到咱们学校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持续不断的帮扶活 这就是一种责任 我认为这个党的这种 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关心 它是通过各级党组织 连绵不断地去帮扶 去解决去体现 从建立希望小学到村民住房改造 再到制服项目帮带工程 吉林省军区通过16年的不懈努力 一步一步帮助板石村脱贫致富 如今的村里 草泥房改造工程 已经初见成效 一些空巢老人 都从原来的茅草房 搬进了宽敞明亮 设施齐全的砖瓦房 那你们以前的收入是多少钱 以前收入一年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吧 一年 那现在呢 现在一年得收入两三万块钱吧 这样打工 那咱们这个村子 为什么就是大家的这种收入 会翻这么多 这个变化会这么大 给省军区为我们建学校 投入皮 建桥你投入90万 因为去年建一个 今年又这么建 是这个帮我们修路投入16万 建筹部投入8万 原本时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为群众的这个发家支付 和群众这个赞生产 提供了房子调节 给了很大的帮助 这个地方主要种的是什么 这个房子都叫 这是皇冠跟新宿市 到秋天时一般 按季节 它不断的自己改变那个品种 然后到秋天时 这个豆角比较快 然后我们这边都用了豆角 这个 你看这碰豆角 秋天在可吃钱了 它们发展得很好 干得很好 主长 你好 谢谢啊 谢谢 你介绍一下 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 这些蔬菜 都是我们老百姓种的 说说 回去报省的一期领导 谢谢你们 谢谢 他们连年寿宝 连年寿宿就算了 谢谢 整天去包我们村吧 这些年来对我们老百姓的帮助都非常大 为我们贫困老百姓盖房 另外还解决我们孩子上学男的问题 对我们老百姓 这个起的作用非常大 为了表示我们的感觉之情 有什么样的项目 吃个葡萄 吃个葡萄 好好好 来 老百姓 我也来尝一个 非常甜 谢谢 这是咱们自己种的吗 谢谢 这是大棚里的 两棚种 就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吃吗 这葡萄 可以 好 吉林省军区帮带每个老兵家庭 开展大棚蔬菜种植 生猪饲养 食用军栽培等制服项目 为他们摆脱生活困难 提供了保障 现如今 板石村可谓旧贸唤新颜 先后新县住房 95800余建 累计实现 527户农民家庭 托贫致富 吉林省军区对于板石村的原建 只是部队支持地方建设的一个缩影 当地的驻军部队 已经把吉林省 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我最初来到长春这座城市的时候 是被它森林城 汽车城 电影城 雕塑城等等绚丽的光环所吸引 而这几天 我与长春有了亲密接触 在我了解了这座城市之后 我发现长春 不仅有现代化大都市的开放与包容 更有着黑土地的温情与豁达 您看 现在马路上 车来车往 我想这些开车的人们 一定都沐浴着长春 富国与强军 双赢发展的阳光 而他们也正用自己的热情与智慧 描绘着一副绚丽多彩的 均匀融合式发展 新画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